富邦慈善基金会重返921正在圆建学校 现役国中 展开圆梦三十计划的启动典礼 由副县长陈振生 以及富邦集团董事长蔡明忠 主持圆梦任务启动仪式 活动在明和国中合唱团 以及滴滴国小的小小达马链艺术团精彩表演中 揭开序幕 现场播放学校重建 修缮 921受灾学校以及学生代表的心得分享影片 回顾地震后的重建点滴 气氛温馨感人 明和国中合唱团 及弟弟国小的小小达马链艺术团 要精彩的表演 感谢富邦集团18年来 不尽端的对南投落实儿童 及偏向学校学生的关心和援助 富邦奖陈振生致实感谢富邦集团 从921地震后对南洋重建的心理国中 弟弟国小与人和国小 向前学校的强行赞助 职工团也每年回校巡礼 帮忙修复各项议体设施 这样的企业服务精神让人赶配 以让偏向的孩子更有竞争力 最主要就是921地震之后 其实南投县我们整个学校 灾情相当惨重 甚至百惠待机 然后富邦集团 我们在第一时间就来南投县 任两三间学校 包括心理国中 地利国小 任何国小 今天他们专程在他们的 30周年的执生基金会成立 同时来到南投 因为20年来他们不离不弃 甚至于在所有的坚硕需求方面 也给我们相当多的资源 那这些我们灵感在心 所以今天我们的小朋友 就以最高规格的方式 帮我们蔡董事长 穿戴我们的乌龙子的酋长衣 也显示我们的小朋友 对这一位蔡董事长的英雄 特别战力有加 当然我们也希望 未来就这样的工作 在我们富邦集团 如果能把爱情再扣当 延伸到其他学校 这是我们的乐意 蔡董事长智希也表示 富邦整合集团内部专业与资源 移民进企业的效率 在短短一年内 学校就落成启用 他希望大家也都能一笔初衷 从事再扣重建时的热情 一是顶列服务客户 相信企业发展 必能走得更长远更稳健 在这个信义国中的这个重建 我觉得是真的是很奇迹 我们的同事真的是不眠不休 在这里监工 等于杂营在这里好几个月 我想这个应该是 我们所有参与同事 他们这一辈子 做过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们这过去这20年 都有持续在做 这次当然做的范围是比较大一点 配合这个富邦建设40周年 跟富邦慈善基金会的这个30周年 圆梦计划 所以我们整修的这个范围 是稍微比较大了一点 我刚才也去校舍绕了一下 我觉得这些校舍的维修 到目前为止状况都还非常的好 我想重要的不是只是帮他们重建而已 能够继续的帮助他们维修 使得这个使用的状况 保持在一个堪用的状况 这个应该是任养的最终极的目标 今年富邦慈善基金会 成立30周年 特别规划 圆梦算实计划 与集团内群组 适时重年的富邦建设 七手合作 协助10个偏向弱势单位圆梦 计划内容不仅包含导入硬体建设 富邦志工也全力投入软体协助 与实际的行动关怀弱势 用爱接力 其实因为偏向孩童 提供最实时 及时且适切的帮助